欢迎收看股市照妖镜 我是成绩人Jerry 让我带你在股市一起照妖来现行 好的台北股市今天来讲的话 出现一个回跌的走势 那大家也看得到整个大盘来讲的话 大跌了白点来切件的画面 不止大跌了133点 整个外资在今天 哇好恐怖 卖超了253亿 特别留意又来了 最近来讲的话 整个最近这个不到一个月 行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今天已经是第三次 表面的大跌就是重挫超过白点 然后同时也让大家肉眼看到 外资大卖超过200亿 行情这一边来讲的话 Jerry老师一开始节目开场告诉大家 行情这一边不是空方式的格局 我在4月30号已经在节目上特别跟大家来做强调 不是空方式的格局 所以你看到行情重挫百点 外资大卖 它就没有追杀含义 没有棄手的意图 所以你在这一边来讲的话 记住 今天的盘不要直接把它解读为行情什么样 翻空起跌 长驱直下 要什么测试前低 打第二只脚 没有看到 还没有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好那这边来讲的话 华教老师也在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也不断的重复提醒大家 大盘这一边你如果晓得资金换手线 对于控盘者资金换手线的排列 现在来讲的话 今天这一个大跌的长黑棒外资大卖 并没有改变眼前资金换手线的排列 好不好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还是一样 告诉大家 代表趋势资本的大盘加权指数 没有看到翻空 没有翻空起跌的意图 好不好 这边来讲的话 一开场跟大家来做这样子的提醒 好那当然了 有大盘先有大盘再有个股嘛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发现今天来讲的话 大家在前面两天 生计股防疫概念股杀的很恐怖 对不对 国光升已经是第二天 红棒了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 行情这一边来讲的话还是一样 你如果让你的眼光活在前面两天的国光升 黑黑长长一根的大黑棒 你自然而然就跟这两根的红棒 你再看到这两根的红棒 你手中有持股 而且你在这边部署的人来讲的话 你因为这个大黑棒被吓出去 垂心肝啊 对吧 就好是这边来讲的话 我相信 我在这边的持股 只要是会员已经进场的已经部署的 我都会直接在节目上公开 我们部署在四月下旬啊 啊那个行情 前面两天的大黑棒 关我们什么事啊 我们又不是追来的 就好是从来不是那一种 哦看到拉上去了 然后赶快追代会员赶快追 然后在节目上讲啊 我有这档个股涨停板啰 不是我从来不是属于那一种的 我的操作股票的风格也从来都不是如此 不管是代会员或是我个人自己过往在操作股票的时候从来都不是那一种追股票的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要是要提醒你有方法有观念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怎么样去辨识说 诶行情塞跟黑棒出来了 你怎么去看他不要被洗掉 你如果因为这大黑棒被洗掉 哇这两天这样子垂心肝了 好不好那当然我们是在四月下旬这边部署的啦 这个会员都知道 会员都知道 因为国光升不是不是什么高价股啦 所以你一般的那个 所以我们的会员都知道了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没有被洗出场 所以这个方法嘛 那最近来讲的话一些的 那个就好像是前面创新高的智邦 还是像抱着格局没有破坏掉 那个这一边来讲的话 整个沿着月线往上走 季线慢慢往上走 不会因此而被洗掉 大盘不是空头格局 呃太硕一样 这边也都是跟那个 呃智邦来讲的话是休息一段时间的 但为什么这一边我不会被洗掉 除了是四月下旬就已经部署了 月线季线交叉向上 请问我们这种格局不抱他可惜啊 好不好不抱他可惜啊 好不好那这边来讲的话 众达KY一样哦 这边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啊 部署啊那个 我们为什么要被洗掉 对吧 这边来讲一样 所以决老师一样都是会员的个股来讲的话 有的是特别会员 有的是那个专案的会员 那有的是办公室清代VIP会员 决老师有VIP会员 不要怀疑哦 好那这边来讲的话 一龙店一样啊 这种个股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们为什么要被洗掉呢 好那这边来讲的话 连强 这个也是我们专案会员的个股 这种格局我们为什么要被洗掉 尤其是经过大盘的 周K格局的比对 这一些个股来讲的话 他的周K格局都优于大盘 只要会员在手 我们怎么样 不会轻易的 因为震荡的格局被洗掉 好不好 特别去留意一下 那这边来讲的话 比较弱一点的 哦脖子就要是今天来讲的话 脖子破月线耶 我给大家看一件东西 我刚刚就有聊到 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不怕跟那个为什么 品安你那个破线跳空 破线破月线就砍掉了 脖子为什么你留着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品安我为什么要砍掉它 周K线 品安的周K哦 这边来讲我把 品安的周K啊 他十周均线是怎么样 平的 没有被 拉起来 反而是怎么样 被打下来 所以怎么样 砍掉它 日K格局 对 品安砍是大盘涨 他跳空下跌 破月线耶 今天来讲的话 脖子是怎么样 大盘是跌的 那震荡的过程 而且那一个 郑老师也曾经告诉大家 宁可错放不可错留 像品安这个格局来讲的话 给他这边来讲的话 给他一个机会 就是说整个大盘的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 上涨 大盘是上涨的 他是跳空下 下挫 然后破月线的 所以砍掉他连续第二天往下打 那当然这边来讲 郑老师会重新的去考虑这档股票来讲的话 就会看出说他在周K格局这一边的转换 能不能成功转强 毕竟他来讲的话 他反映出来是财报上面的利空衰退 低际营收衰退的比较严重一点 那就好是 这档股票来讲的话 卑微的几毛钱 卑微的赚了几毛钱 他等于没赚 等于没赚 所以抱着一个 宁可错放不可错留 我宁愿什么样 等到他整个周K的格局好 慢慢的出现好 转强了 我再来重新再考虑要不要介入他 那当然有其他的机会 我不会把 不想说把资金放在这一档个股身上 所以先把他砍了 这样子 博智来讲的话 同样 破月线 今天来讲博智也是算 小小的破月线 但我怎么会留他 石周均线往上爬 这种这么漂亮的 我为什么 他如果是黏着月线整理后面再攻一波 我这边被洗掉就可惜了 好不好 这边来讲 注意哦 所以格局不一样 你对于股票的处理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这是J.老师的风格 那我不会告诉你就说 哇 跟着J.老师的位员来讲 每一个党党赚 每个的涨停板 只要格局不对 这边来讲 J.老师一定是什么样 会做处理的 那最重要是什么 一开始 你在抱这档股票的那一个心态 态度是什么 我想要跟J.老师操作股票来讲 你一定要知道 我挑的个股来讲的话 第一个我会续报的一定是什么 周K格局 强于大盘的 那如果你周K格局这边 没有把它转成平台 他就是慢慢 逢前高来讲的话 J.老师虽然上个礼拜连续两天 挂出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价位 那三年 我看到日K三年红 那个真的是心软了一下 看了一个 那个礼拜一来讲 哇 那他是礼拜五的 下午来讲的话 财报的一个利空 所以今天 这个礼拜开始 昨天来讲 礼拜一跳空破月线 但我看到周K格局 没有很漂亮 那我就好 那先把它砍掉 卑微的起毛钱等于没赚了 那后面来讲的话 我宁愿把他的资金部 为什么 帮我们会什么 留给其他有机会的个股 那这一边来讲的话 你只要去留意 周K格局强于大盘 你要知道他过往的股性是什么 最好是会报的 一定是我有我的看法的 这一边来讲的话 我不会像其他的分析师一样 你如果看我节目 你一定会发现 我不是 我哪边涨停板 哪边忽然之间涨停板 都有我的份 从来都不是 这不是我的风格 那我相信就是说 今天来讲的话 大家 因为第一季财报公布嘛 对不对 那常盛将军 如果大家都印象来讲的话 郑龙 今天的表现就不错了 这个是 如果你有听 我在上个月就告诉你 4月下旬 常盛将军 我已经告诉你 为什么叫常盛将军 基本面财报一直都不错 而且是长期 常年为时不错的 那我一直告诉你 4月下旬 你如果这档股票来讲 我没有带会员买 因为我这已经告诉你了 4月下旬 那如果是我的会员来讲的话 他知道我送出去的 那我干嘛带你买 我就带你找机会去买其他的股票嘛 其他有跟他有机会表现的股票嘛 一样都是提前部署嘛 所以你这一边来讲的话 你有什么 把4月下旬 提前部署 抱着他 然后你自然而然什么 4月下旬在什么地方 老师等好久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要听名牌 找标股的不要来我这边 4月下旬在这个位置啊 你这边抱着 你当然后面会有这一根的 这一根的藏红棒嘛 你没有发现我的国光升 我之前的那个那个字邦 我刚 泰塑 创新高之前 都是什么样 那个平的那个时候 我们开始买的 我居老师的风格是什么 居的时候整理黏在那边的时候 我会买它 后面来讲等它拉上去的 居老师操作的风格是如此 所以我从来都不是那一种 哦看到拉了拉了拉了 赶快上去追的 不是不好意思 那不是我的风格 好不好 这边来讲话 所以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4月下旬 我讲的怎么样 4月下旬啊 你如果有真的 那个 没有其他的杂念啊 那个 那当说4月下旬怎么样 失业人口美国的疫情一直在增温 有没有 那个时候美国的那个 武汉肺炎的那个 确诊的人数一直不断不断在增加 现在已经破132万嘛 对不对 但美国股市有崩盘嘛 没有嘛 对不对 很明白没有嘛对不对 那就好是也提醒大家 美国股市好像上下冲喜 但是他好像一步 一直往月线这样往上爬 我已经提醒你了 4月份我已经提醒你了 不要再拿着疫情来解盘了 不要拿着疫情来解盘了 4月份我已经不断在提醒你这件事情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已经5月份了 第二个礼拜开始了 所以这你回头来看 你看你4月下旬我告诉你的 包含了4月下旬 我叫4月下旬 常胜将军 几位有那一个 那个4月下旬 你有我送股票出去 你有买的 今天来讲的话 有网友啦 有朋友来讲的话 有感谢我啦 我有看到 有人留言感谢我 等着就是那根长红棒 不好意思 你不是会员啊 我已经告诉你啦 4月下旬提前部署嘛 我的操作的风格就是 黏在那边的地方 我就是抱他 国光升就是如此啊 前面的资邦太塑 那个创新高 我为什么会有创新高 他前面黏在那边的时候 你看不起他的时候 讲白一点就好 就讲说 你看不起他的时候我买他 国光升就是如此啊 你现在谁会看不起国光升 可是一个月前 上个月的时候 4月下旬的时候 那个防疫概念股标的跟什么样 生计股标的跟什么样 你会去看国光升吗 他说黏在那边 所以机会永远是准备好的人 你如果喜欢那一种 标股 今天那个看到涨停 往上拉 往上冲要拉红棒 你进去追的 你最近追那个 防疫概念股追追看嘛 我前面几天上个礼拜 就有告诉大家嘛 全市场都已经吃到生计股了 你去追嘛 你去追就去看嘛 你后面来讲 我相信最近来讲的话 康纳湘 然后那个 我这样不要点名啦 那个 点名不好意思 我不晓得 其他有没有 其他的老师有 手中有 我不晓得啦 但你去追追看嘛 那个后面几根的跌停下来了 三根嘛 对不对 所以 你不是 看到拉上去 你去追他 是你要先准备好 那个持有他 然后怎么样 选股选好 当然你策略准备好 选股选好 方法有 后面来讲等他往上拉嘛 不然这句话 我为什么要跟你强调这句话 所以不是告诉你用追的嘛 是你四月 那个阵容就是如此嘛 好不好 那这一档核大 我上个月有跟大家来强调哦 这一档 因为最近来讲的话 大家一定会发现 今天来讲的话 慢慢一些那个什么 鸡蛋水胶股 对不对 那昨天跟今天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 光环啊 莱德那一种 那种股票都会锁涨停 所以告诉什么 资金开始移动的时候 你大概要留意一下 像这样子 传产的类股 核大这一档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案例 我上个 上个礼拜 我在节目上特别点到这一档 而且传产我只点这一档给你 为什么 这一种标准跌升反弹格局的个股 它如果在五月份 慢慢出现滚量的架构出来 然后变成强势股的时候 那你要小心 你还在留念打第二只脚 回撤8523的 你真的要小心了 好不好 那当然这一边来讲 我相信 最好是在节目上面 已经不止一次的告诉大家了 这一边来讲的话 你这一边五月份 也要留意什么 跌那个原本跌升反弹格局的股票 跌升反弹格局的股票 经过量滚量的架构 如果转成什么 周K格局慢慢转强优于大盘 这样的轮动的族群越来越多的时候 甚至是传产类股越来越多 我刚才就举一档核大 如果这样的股票 慢慢的 因为它的格局还在跌升反弹 核大还是跌升反弹 但它滚量架构慢慢有出来 日K如果是拉到零轴上方来讲 小心 你还在期待打第二只脚 或者是要回撤前低的 你可能会 可能会比较 会让你失望一点 好不好 那当然这边 老师如果在爆发疫情 听说怎么样跟怎么样子的 对 我四月份已经告诉你 不要拿着疫情来解盘 好不好 特别去留意一下 那这边来讲的话 我不是告诉大家 我是那个大多头 不是 我不是死多头 我只是告诉大家 我有看 我有看盘的一些技巧 我尊重做手布局 因为现在看起来 整个行情在这一段上来来讲的话 虽然你看到外资 卖的比较多 但是怎么样 卖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空头布局 卖的当天 卖的当天的行情 也不是在做资金换手 反而他少数 小小的 忽然之间买一个 买一天 大买了一天 他是做什么 多头布局资金换手 差别是在这一边 我已经强调过了 所以这一边来讲的话 我相信 卖老师最近在节目上直接告诉你 你喜欢眼见为凭 但是偏偏你在股市 如果抱持的眼见为凭的习惯 你失去了反而会更多 那我相信最近来讲的话 大学光 台光店 还有什么 和瑞亚 童星店 这些股票 卖老师什么 都不是那个事后看到他涨才告诉你 我已经告诉大家 在节目上面来讲的话 我都有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上个月的节目 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不止一集 我告诉你哪些股票有机会 你看一下最近来讲往上拉的 创新高的 锁涨停的 不就是我上个月跟大家点名的那些股票吗 所以你如果 要等到眼见为凭 然后行情涨 外资 连续买超 不好意思 那个可能你所看到的 你可能就是真的要去看那个 跌升反弹个股 然后什么 转强然后慢慢变多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 真的强势股 你买不下手 你会不敢买的 好不好 这边来讲我像 股市里面来讲 中的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观念啦 那就好是在最近的行情里面 我已经告诉大家 大盘就是没有跌势组合的条件啊 没有跌势组合的条件 你说要打第二只脚 太早 居老师也告诉大家 这边来讲的话 6月下旬再去想那一件事情嘛 那今天大盘来讲我相信9点15分过后 这是我们控盘16式学员权限 每一天9点15分一过 他就会看到一张图 针对当天的基础盘法 针对当天的那个盘态的提示 针对当天盘法组合的一个重点的提醒 今天来讲的话 开低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 上冲下行的 因为他开弱一低 他本标准就是一个双八盘的走势 没有任何资金做法 今天的盘来讲的话 他是个标准弱一低的走法 所以他不带任何空投暗示啊 不带任何空投暗示 甚至是涨势组合里面一个 不起眼的甩轿盘中继盘而已啊 所以基础来讲的话 9点50分 这是我们控盘16式学员权限 盘中的一个提醒的讯息 9点50分过后 加权指数的变化 我就已经提醒他们 小心双八盘为主 那行情不管怎么走 他都是一个什么 涨势过程的一个中继盘而已 我相信这个来讲 你只要把握住线上课程的学员来讲的话 同学来讲的话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一大早每一天来讲的话 你要先看得懂大盘是在干什么 大盘不是跌 他就是空投 不是你盘后看到卖 他那是什么 外资卖超 这边来讲 小心他会提款 不是 今天来讲的话开盘弱一低 你如果知道他整个在控盘16式下面 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 里面来讲的话 好 好 第七式里面 非常普通的一个第七式 不带任何空投布局的暗示 不带任何那个要杀多的意图 没有任何空方资金换手 没有 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七式 对 所以你如果看得懂来讲的话你就知道 最近的大盘 资金坐手 外资或是官方坐手 两大坐手 针对行情的重点坐驾 不好意思还没有看到空投 没有看到空投坐驾暗示 布局暗示 也没有空方的布局暗示 没有起跌 没有追差 也没有向下延伸 都没有 盘法组合这一边 居老师已经告诉你 眼前这边大盘没有跌式的条件 没有跌式排列的条件 资金换手线我刚刚开场没有多久 我跟大家来看了 今天的大跌 没有破坏掉现在资金换手线的排列 没有 所以你掌握这四大重点 你就知道 行情这一边来讲 并不是你说 那个新闻媒体所报导的 疫情 失业率 或者是什么样 非农就业数字 上个礼拜就有特别去点到这个部分了 包含了疫情如果还有什么变化 我已经4月份就谈到了 不要拿着疫情来解盘了 好不好 那个现在已经5月12号了 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了 好那这边来讲的话 我相信你在Telegram这一边来讲的话 今天12点25分的讯息 我已经提醒大家了 那个Telegram的朋友 我已经提醒你了 今天怎么样 你看到一大早是弱一点盘法 这一边的行情没有官方点火 没有涨势的断点 涨势这边没有断点 今天来讲只是一个不具多空含义的中继行情而已 没有多空含义 这边来讲只要脑袋保持清醒 你就不会随着媒体新闻报导表面的涨跌而起舞了 所以这边来讲我告诉大家 我不是那一个 我盘中来讲的话 控盘16式的学员绝对是第一时间 我的会员一定是第一时间的 那这边来讲的话 那你如果是一般你想要就是想要多了解一下 控盘16式或是最好是看盘的一些功力 或是看盘一些技巧跟方法来讲的话 我还是会放给你 但是怎么样 不好意思必须是我们学员给学员看完提醒完 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的事情 所以这边来讲我一直讲的是缘分啊 你如果愿意去了解这一些 你我自然有一天会有缘分 那你如果那个都马奥炮啦 好慢喔 一个两个小时之后 两个小时 这边 两个小时之后 这是我们盘中学员影片的画面 长势甩轿是今天的一个 唯一一个含义而已 两个小时 这个大概就是中午12点左右来讲的话 我们学员会看到的影片 你看到两个小时之后就是收盘了 好不好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一向都是如此啊 我一向看的是缘分啊 所以我没有很积极说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加入我会员 No 我希望跟我聚在一起的 或是跟我有缘分 真实从行情下去思考 真实从做手意图控盘 下去了解行情去懂得如何操作的人 去学习一技之长的人 而不是那一种 一想天开一夕自负那一种 那外资在今天的一个大卖253亿 它其实已经最近喔 从那个最近一个月不到一个月 因为今天5月12号嘛 前面来讲的话 三次的大卖行情表面大跌 那你同时看到外资大卖超过200亿 就三天 日K当然是黑K棒 日K当然是黑K棒 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第一次是什么 4月21号 今天5月12号 所以距离第一次到现在不到一个月 今天是不到一个月之内的第三次 你看到行情大跌 收黑K棒 外资同时卖超 在当天卖超超过200亿 三次 啊请问一下 前面的两次来讲的话 行情是往上拉 啊过前高 过这个前高 过这个前高 啊前一次是 再一次是什么 第二次是什么 昨天而已 过这个前 过这个前高 那今天再给你一个大卖 你要弄清楚 那个大卖 那个大跌 有没有真的空头意图 没有空头意图 就跟前面两次一样 那你为什么要讲说 行情会因为这个大卖 然后长驱直下 不会嘛 没有空头意图啊 没有空方换手啊 好不好 这边来讲的话 我就跟大家来聊 因为这个 我们聊的是 那个 整个资金做手控盘的意图 在加权指数 大盘的5分K里面 所以你看到了外资 你表面看到那个大跌 然后外资大卖253亿 我们看的 是资金做手里面的 中继甩轿盘 那个5月4号 你看到了 是上个礼拜一而已 你看到行情大跌 外资卖超370亿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游戏K棒 不是空头K棒 那个4月21号 往前 这个一个月内 第一次让你看到大跌 然后外资大卖 超过200亿 4月21号 你看到大跌 外资200 卖超过242亿 我们看到 当天是个布局盘态 所以行情它会那个塞一根长黑棒 卖一根长黑棒给你看 后面来讲的话 反而往上拉 它是有过程的 它是有手法的 它是有一个刻意的控盘技巧在里面的 所以你如果看得懂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体会 为什么就要是在2月份3月份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告诉你 观念才是王道 你在股市里面 尤其是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你要思考 狮子野狼 这种生态食物链 外资跟官方作手 是怎么来控盘的 而不是新闻媒体所告诉你的利多或利空 或者是大家都找得到 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的技术分析方法 我相信上个礼拜非农就业人口 我已经先提醒大家了 4月份我有花了时间告诉大家 每个月你不要再拿着疫情来解盘 不要再拿着疫情来解盘 眼前这一边我告诉你 你如果还在拿着任何理由 在打第二只脚怎么样 涨都必须拉回 或者是什么样 中美贸易大战又起来 一律又怎么样的 因为那些大家都知道 你网路上面新闻Google一下 或者是你打开电视媒体 大家都知道那些事件 只要看一下财经新闻都知道 那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以股市里面来讲 你如果拿那个理由 那个点来解盘 不好意思你可能很明白的 你的想法你的思维全数都是 羊群思维 两大作手外资跟官方作手 要抓的就是羊群思维 好不好 有一些个股来讲的话 你如果想的太简单 表面一根黑K棒给你 你以为跳进去放空 它真的会崩盘 那你真的太天真了 如果那么简单 一根黑K棒给你 你跳进去放空那档 个股它就会崩下去 那大家都不用上班了 好不好 你如果听得懂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某一些生计股 你如果跳进去放空 那它就会往下 长驱直下往下崩 那你真的把主力作手 把控盘者想的太简单了 国光升 来给我一个圈画面 国光升是最好是的持股 我们是4月下旬 那它平在那边 很多会看不起 因为那时候 生计概念股 有一点是在酝酿 或者是有一点在抓 看看你那些市场上面 异想天开 要想要做特技表演的人 多不多 如果你特技表演的人多 以为空下去 一档黑K棒空下去 跌停空下去 它长驱直下崩的话 那你可能你的资金会造就 可能也许第二波 生气恶苦的行情 好不好 我这样提醒大家 所以你有空到的 有时候适可而止 我这样提醒大家 不是因为就好是手中有 有国光升的原因 不是 而是我看到有一些的 状态出来 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么简单 好不好 那回到大盘这一边来讲 我相信4月29号 就跟大家提醒了 你看到外资的卖超大卖 没有任何的布局 没有任何的资金换手 你看到忽然之间 外资买超的一天 大买的一天 他就是在做布局暗示 在做资金换手 好不好 你掌握住这个重点 你就知道 现在的大盘 真的现在的行情 台北股市的行情 真的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子 好不好 因为就好是这边也聊到 我们昨天就看到布局盘态 昨天是这样子 涨的时候是布局暗示 昨天外资是 买超 最近外资难得买超 可是他是多头布局 最近来讲 5月5号 这天外资卖了120几亿 但是这一天他是重点 座驾盘 给我一个全画面 所以 我已经聊到了 就好像是 不晓得 我没有办法决定行情的趋势 但是我的原则是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座手控盘的意图 我就是把它呈现出来 我解盘从来都是尊重座手的布局 有看到 我确认了 我分享给大家 提醒大家 但是我没有看到 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发明 我不会发明 因为 资金座手根本没有那样的控盘 我自己拿着分析师的资格去发明 喊盘 那可能帮助不了大部分的投资人 好不好 那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大多数的人 都是希望 可以什么 进股市是可以发大财 而且可以快速自负的 但是很多人都是怎么样 一时自作聪明 以为自己 头吃饱很厉害 看节目怎么样就可以赚钱 那个 看哪一档标股 很多老师讲 他以为自己这样就可以找标股 但是你最后 你再多个几次 夜路走多你绝对会遇到鬼 好不好 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下来 因为 现在眼前这种行情来讲的话 市场上会越来越多那种投机者 投机者 因为太多股票都已经拉上去了 那拉上去来讲他 他没有办法就是自己去挑自己去选哪一档个股来买 但是他就是怎么样 抱持那一种侥幸的心态 小心 小心好不好 因为光是生计股 光是传产类股 我为什么只点核大 好 好不好 那当然了你如果不晓得怎么买核大的 那我只能祝福你好不好 那因为教老师有聊到 他是一个观察的指标股 如果他跌升反弹可以转成强势股 那这个盘会跟你现在很多人所想的不太一样 那当然我不是告诉你回到12000 因为今年的行情来讲 我不认为行情会回到12000 但是整个行情在第二季第三季 一定会个股表现 好不好 这边来讲的话 我提醒一下大家 所以这一边来讲的话 全套的股市招要进的课程 会针对大盘跟筹码战法 就好是5月底会推出筹码战法的课程 5月下旬5月底 如果这一边你对于整个操作 我就是要自己要有办法能力 我不想靠老师 你好好掌握住课程的内容 课程的部分 先干了那种大盘 因为这一段的行情 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 从8523之后 一路这样拉拉拉拉拉 没有任何一个明显的拉回 没有任何明显的修正 他甚至那一个拉回整理都没有 一路就是往上向去垫高的 我相信很说包含居老师也想不到 我根本无法预期到 但是你准备好方法 控盘16次就是告诉我 这边来讲的话 每一个上去都多头布局啊 都多头布局 没有看到那个要整理的暗号啊 没有啊 外资买超他居然是做资金换手 外资卖超啊那个那当天的行情 他的盘态就是无意义的 不是空头布局不是空头暗示 所以你如果这个判断的能力有 你自然而然就怎么样 第一步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过滤掉很多的杂讯 不会那个失业人口非农就业的数字 啊美国股市怎么样 或者是这一边来讲的话 确诊人数怎么样 你不会陷入那样子的迷思里面 你当然你也不会去陷入说啊 啊这边来讲的话外资的卖超他就是提款 不会 啊这边那种指标背离啊 这边来讲有怎么样 大众化技术分析的方式 会把你陷入打入一个迷思里面 个股的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就好是这一边还没在节目上提出来 就跟大家去分享说 比如说如果国光升 诸如此类的个股 你如果知道筹码的变化 那些放空特技表演越来越多 反而会助长他们第二波的行情 这个就是关于筹码战法 这边就帮你去做一个检视的部分 所以你这一边来讲的话 想要在股市里面培养一技之长的朋友 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全套的课程 你是不是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因为行情在这一边 你不会买股票的 你不想买股票的 不可能的事情了啦 不可能的嘛 你前面没有买 你这边你可能要叫你买 不用骗了 就好是也不会期待你进来 啊来来来来 掌定盘几根 没有我从来不属于那一种 所以这一边 与其叫你说我前面没有买 这边来讲行情都要拉上去了 啊赶快去追 不如我告诉你 你如何去看盘 第一个大盘你可以看得懂 行情趋势的转换 6月下旬过后如果行情整理了 他如果不是空投 你会看得懂 6月下旬如果行情整理了 不是空投 一定的个股的部分 一定会有轮动跟表现 教老师刚刚已经跟大家聊到了 跌升反弹的个股 如果后面经过那一个 那个量滚量的架构 包含的筹码的条件 你有达到他如果变强势股的话 你可会变成是你在第二季 第二季操作的机会 这边我不会鼓励大家说 哦赶快标股怎么样子 不会 但是我提醒你 还是一样先准备好你自己 现在的你看的是什么 520过后的行情正式是第二季 6月下旬过后的行情 你现在要准备的是等于说 一个月后的事情 你现在要充实自己是一个月之后 面对股市的能力跟判断力 能不能掌握住就看你一念之差 如果能够掌握住 你自然而然就好像现在的你 我们在4月下旬那些的会员一样 现在行情拉上去已经是4月份有报的嘛 不然你怎么可能追上去 好好想一想 这边来讲的话如果说 菊老师的节目股市照亮镜对于你有帮助 对于你认识的朋友 你觉得对他有帮助 麻烦你好好按赞 按订阅 分享出去 让菊老师这一边给予大家的观念 让菊老师这一边分析师的资格 可以怎么样 跟市场上更多的投资人 有正向的交流跟互动 祝福大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